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发言人了 外交部发言人耿手 大家看到第一头基本他在念稿 跟大家对比一下再放下黄之锋 在昨天面对记者时他的一番讲话 是不仅仅在香港 但也在香港的外面 是在美国的美国人 特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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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人 特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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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美国人 特别人 特别人 都在美国人 特别人 特别人 香港人 永远不走独立 我们会继续我们的战争 到今天我们享受自由和自由 在这非常困难 但也很努力 的时刻在香港 在香港的产党人员 在产党的参业 从所有的途律 不仅仅人员 但真的每个人 人们相信这些宇宙的仅仅仅仅 想保护我们的城市 从我们的民主 所有人都在街上站在街上 一样一样 所以我感谢公网 给他们的支持 因为这些香港人 在这场战争 我们在这场战争 我们在这场战争 在这场战争 到今天超过40位的国会议员支持 在两年前的美国国会听证 当时只有5位的国会议员 是联署支持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到今天超过40位的国会议员支持 是令我们非常好的进展 也展示了 其实在香港年月的抗争里面 国际社会是非常关注的 我们都是非常乐观 希望香港人权民主法 能够在今年里面通过 我们都是乐见其成 希望无论是在行政 以及在国会的层面 都能够有更多的政府官员 以及国会议员 支持香港抗争 这也是解释了 为什么今次我们的 delegation 我们虽然没有任何香港的 立法会员 但我想无论是何韩斯 还是Sunny 代表着大专学界的声音 其实就证明了 我们的 voice of street activism should be heard around the world political crisis should solve by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and US President should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President Xi Jinping hardline crackdown is not the way out free election is the only solution 其实在今天的美国国会议员 都有几十位香港人 是一起在旁听席那里 一起为香港的抗争打气 其实今次我们三个人 可以来到华盛顿 探议国会议员 绝对不是因为我们 个人的知名度 或者是我们个人 在香港深刻付出 而是因为很多香港人 无论他们在美国 在世界各地 也就是在香港 他们的牺牲和付出 才促成到今天的国会议员 应该是过去几年里面 史无前来 获得最多的传媒的关注 亦都有最多的国际社会 是去支持香港人 所以非常之感谢 是来到华盛顿的香港人 以及是更加多 在香港里面 一直在前线抗争的手足 他们才是令到我们国际联结 继续获得关注 最大的功劳 是来自他们 我们最先跟大家分享的是 耿爽 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 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的职位 中共的自己官员的职位 估计得是一个副局 副局局 那么现在后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个22岁的孩子 呃 他在不同的环境中 面对记者 包括在美国的国会的记者会 呃 他的谈吐 他的说法 包括何韵生自己的谈吐和说法 他的眼界之所在 包括他们自己在这其中的位置 他们应该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 呃 和在整个运动中 这个运动本身的性质 而他们对垒的方向呢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视频中 还没有谈到香港政府 没有谈到这个林郑月娥 他们触及到是中共政权 触及到中共政权 喊话习近平 然后谈到的是今天整个人类面对的 是一种人性的保护 人的尊严的保护 人的普世价值观的保护 呃 这就不是不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可以叫与神同行的人 与神同行的人最大的概念 就要最大限度的去限制自己的 就是遏制自己的所所得所收所获 呃 任何自己在其中想获得的 任何一份东西 那在这在真正的抗争过程中 他都会显得是一种障碍 他们都会在过程中 既使用既尽自己最大可能 呃 至于客观对他们的反应 周围客观的环境对他们的反应 那是其他人的反应 而他们自己如果做不到 你就会看到 人在现实的表达中 人是一个人是一个紧张的 人是一个收缩的 人是一个很难去平衡的 那么一个那么一个感受 所以人是人的生命境界 是根本掩盖不了的 在这点上 对于中共而言 对于很多精英者而言 他理解不了啊 他理解不了 呃 我也相信在中共体制之下呢 他的内部的分裂的状况呢 逐渐会外显出来 但这都不在我眼睛里 这都不是中共真正天灭中共的 最终的表现 这只是一个表象 这是一个辅助的过程 走过这个过程的表象 而天灭中共 让人们会共同都意识到 那是一份天意 那是一份天意 会很多与中共同流合污者 也就是说 在一国两制之下 被邓小平称为 所以不是正常人的 生活在中国社会的那些生命 将遭到天包 黄岐藩 这个 这个跟习近平之间的瓜葛没完了 呃 是当时这个薄熙来搭档 但他 没有受到薄熙来太大的影响 不可能不受影响 但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呃 他没有出麻烦 但没有出麻烦一个很大原由 呃 黄岐藩被称为是中国境内呢 比较有名的 就是很有头脑的一个经济学者 是个经济学家 呃 香港的特殊地位呢 不可取代 这是他说的 在实现资本主义制度 也就是全球资本进入香港 而进入中国的重要跳板 这是今天香港不可取代的地方 啊 在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啊 其实 那黄岐藩说这番话什么意思 正常的社会 是人的社会 甭管中共把它定格为什么样的 制度 那中国的社会不是正常的社会 所以中国人 中共体制想获得保住自己 还得借助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 来满足自己贪婪的需求 呃 他说都看到毛泽东 邓小平 习近平都看到这方面的重要性 外界不要以小人之心 夺夺中央之福 哈 哈 我觉得很可笑 就很可笑的意思 这个话 他这么说的时候 这个话他这么说的时候 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于 你记得当时在2012年的时候 黄岐藩对薄熙来非常羡慕的表情跟态度 呃 那照片到处都有 那可能是他的生存之劳 这句话就跟那个概念是一样 啊 生存之劳 呃 反送中一百天 呃 黄岐藩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长 呃 出席了会议 呃 做了他发表了相关视频 认为像黄岐藩是中共高官中的明白人 啊 这是很奇怪 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种 一种现象 我只能叫奇怪 因为 不太好解释 呃 不太好解释 这种乱象的出现 这是乱象 其实在此之前 呃 登了一篇习近平2014年的文章 说呃 在中国不能搞个人崇拜 那都是很奇怪的 呃 在我个人的眼睛里 如果连在一起的话呢 他有一个成分就是 习近平要在10月1号称帝 登基大典 呃 于在中共体制之下遇到了太大的阻力 黄岐藩 黄岐藩也好 甭 黄岐藩的视频 如果不是在一个 就像习近平那篇文章 呃 呃 说独裁 就是这个 个人崇拜是个祸害的话 在这个文章的背景之下 这个视频出来的 如果没有那篇文章的背景 可能这个视频出不来 也就是说 黄岐藩自然的表达 迎合着现在习近平的需要 呃 遇到了一些压力 给我体会是这样 因为习近平的特点就是 他要最大可能满足自己需要的 呃 香港和上海深圳完全是两回事 呃 区别在于一国两制 而一国两制有了于香港发展 也有了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再开放 但不搞资本主义制度 而香港是一个 实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经贸中心 内地经济总量再翻倍的话 即使栽过二十年 香港的地位也不可代替 所以那就很显然 是生命是这个社会属性造成 对不对 它不可代替意味着什么 中共永远是落后的 中共永远是拒绝于 就是中共只要统治下去 二十年 它也不是人的社会 所以你就得借助香港人的社会 其实很多人没认清到 这是问题的关键 中国引进外资四十年 一年几十亿 几百亿上千亿 基本上每年稳定在一千多亿 过去五年来了六千五百亿 外资 每年引进外资的百分之四十五 是从香港这边来的 为什么之前很少 香港投资占了五十多亿 现在的经济规模一百一百万一 上海的经济规模 零六年超过了香港 深圳的经济规模 到二零一六年 一七年也超过香港 但香港的投资的 那么香港投资的外资比重 是否会下跌去年没 没有去年还是百分之四十五 所以这是一个 其实他与其讲了香港的是 增主义社会 人家接受的话 其实是指他的独立法 司法 他等个香港制度 而林郑月娥在这三个月表现出来 就是在摧毁他 黄启帆眼中的所看到的这份制度 其实问题是在这里 他提到都知道香港地位很重要 所以不要胡乱猜 毛泽东 邓小平总书记 习总书记 都是伟大的领袖 都是前瞻者 都看着这个体制不同的 潜在的互补 所以不要用一般的 好像你好我好我求你 不要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 我觉得挺有趣的 他用了黄启帆很聪明 他用了另类的说法 这完全是一种另类的表达 另类的说法 其实否定了中共的制度 那是一个非人的社会 然后呢 说你离不开香港 我们在香港借助香港 能够获得太多的利益了 中国银行姓冯的 接受采访时说 特殊金融金融跟贸易地位 完善的法治 内地现行制度很难效仿 你看所有人都承认 那香港是人的社会 大陆不是 大陆有共产党在 就效仿不了 自由经贸体 吸引资金流入 法律体系与内地完全不同 所以才有很多全球资金 透过香港进入内地 而其他不能代替掉 所以他还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 对吧 所谓在深圳建立示范机 取代香港 黄其帆说那是胡说 世界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 香港是等同的 那深圳怎么可能代替 最亏祸首是共产党 黄其帆反了 独立学者 黄其帆跟黄振东 赫国强汪洋 薄熙来等六人共事 各种政治浪潮都没对他造成重大冲击 原因他是经济奇才 担任市长六年 深圳 稳定高速 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是用民间 现在是民间的身份 他才敢讲这种话 可能是 但我个人觉得就说 跟他自身特点确实有关系 他刚才的那一番话敢那么讲 他 因为我只能说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一个时间段 他的这番话同样验证了 这个中共体制整个国内的中共体制 这种僵化跟不可更改性和非人性 我觉得是一种相应对等的 黄其帆对美方的要求 基本上全盘接受的立场 零关税 零关税壁垒 零补贴 全都接受 黄其帆完全认可 是纯粹的经济观点 那如果是纯粹的经济观点的话 那今天的习近平就是错了 对吧 他就是错了 所以他是反人性 今天他的这种顿点就是说 习近平是反人性 就目前情况 客观理性的声音 很难以左右中国政治正确的大形式 也就反映出这个环境 中共灭亡的这种本身的状况 因为黄其帆如果全都接受 川普提出的所有这些美方的要求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真正的阻力 真正的阻碍是习近平而不是美方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